今天跟大家介绍香港经典电影 天水围的夜雨雾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一个家暴难杀害一家人的故事 男主李森平时老实巴交 笑口常开 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事情要从李森的老婆小林说起 小林是地道的四川农民出身 由于家庭贫困 很小就外出到深圳打工 结识到香港人李森 李森是有妻子的 但相处的并不和谐 于是和小林堕落爱河 小林还怀了他的老婆 于是李森和前妻离婚 两人来到小林的四川老家商谈婚事 饭桌上 小林把装修工说成是工程师 老爹老娘都觉得 这个香港人是个有前途的有为青年 李森还门口答应要装修老房子 这段时间两个人非常恩爱 村里人都把李森当成是贵人 一天小林的妹妹出现 让李森起了色心 老两口半推半就 他们希望李森早点娶女儿过门有个交代 李森却始终没有个正面答复 过了几个月 婚事终于被定下来 婚宴当天 李森居然还非李小妹 在这个穷山沟里 李森就是霸王 几个月后 小林顺利产子 但夫妻关系却极不平等 但凑合过他也能接受 不幸的是 李森的生命能落千丈 家里人也没给他好脸色 李森一气之下 竟然把家里的狗装进麻袋 活活打死了 他的暴力倾向也渐渐暴露出来 之后他强行带着小林女女返回香港 在天水围住了下来 李森仍然扮演一个好男人 但本质却慢慢暴露出来 为了每个月拿政府的八千块钱救济金 坚持不继续以前的装修工作 一家人节衣缩食 连孩子聚餐费都拿不出来 而且他还坚决不让小林外出工作 他每天到小林工作的餐馆盯着 幻想着每个男人都对小林图谋不轨 从深山里的老板变成香港的底层人 巨大的心理落差让女孙变得一神一鬼 只剩下老婆和女儿是她的精神支柱 稍有不开心就要死了活 愤怒的时候就抓起小林家抱 听到小林惨叫 她那可怜的自尊心才能得到满足 李森一边家抱一边跟小林说 没有我就没有你的今天 这可把两个孩子吓出了心理阴影 这还没完 气急的时候 李森就拿各种东西砸老婆 还把母子俩赶出家门 邻居都看不过眼出手帮忙 但小林去找了社区议员 但是遭到踢皮球 叫小林去社区救助站 直到半夜才弄完各种手续 社工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宿舍 虽然简陋 但是没有家抱 可以安心 这里的父女都是和小林同病相连 也是深受家抱的折磨 他们在救助站互相照应 渐渐有了温暖的感觉 另一边 李森不停打小林的电话 直到第二天报警才找到小林 这是小林第一次逃离李森 她表面上耐心接受调解 但内心却相当娇虑 小林突然表示不会再忍受家暴 要离开李森 李森瞬间暴露受信说道 敢离开就杀了她 小林谎称李森非离女儿 这才得到福利院的庇护 李森装起了可怜 当着社工的面在小林面前下跪道歉 请求原谅 本来就证据不足 福利院只好取消强制收容 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能直接回家的 小林带女儿来到深圳找二女 老孙这几天 但李森变得松松温边 天天摩刀 几周之后 她终于受不了来到深圳的二妹家里 她用作残避小林徒心转移 还因学说不同意就一起死 她先安抚着李森表示会想想 然后打电话回老家求助 老母亲劝她忍着 说山里的女人走出来不容易 另一边 李森坐车回香港 看到别人妇女抱在一起 哭了起来 已经回不去从前了 最后小林还是心软跟李森回到天水围 但是刚到家里 李森就露出了真面目 她迅速关上铁门对小林拳打脚踢 破碎的玻璃渣划伤了小林的脚 她被送到医院伤好之后 直接被带到了妇女救助站 可是小林仍然担心 还被李森控制的两个女儿 她下定决心要救出女儿 待他们离开 再也不信李森的话 她来到天水围的家里 发现大门被锁 打电话李森也不接 小林感觉到事情不妙去找了警察 可是警察觉得她小题大做 认为是普通的夫妻吵架 就在这时 李森打电话来说自己在河边钓鱼 作为一个母亲 小林不顾脚痛 匆忙来到河边 找到李森 眼前的丈夫嘴里却说出莫名其妙的话 李森说要救女儿就必须跟她回家 因为母爱 小林再一次相信了恶魔 不过这一次小林彻底进了地狱 因为刚回到家 李森就掏出匕首把小林捅死了 小林死后 发了狂的李森又对女儿下手 可怜的大女儿死前还护着妹妹 三个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死在了恶魔手里 最后 李森报警 想营造小林杀人的现场 却在自残的时候用力过猛 把自己捅死了 真是讽刺 释放压力的方法有很多种 但把自己爱人作为发泄对象是非常可耻的 怨天堂没有变态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